一關事發言說 這武漢危險中當前案例開始在增加 中學感染的比率有十五%到二十% 這順疫情可能會一直到七個月中 另外為了要讓我們台灣mRNA疫苗 技術冠軍發展 中間他跟莫德納有將 參加MOU 莫德納公司也沒有拜託 跟台灣合作作疫苗台港 新冠疫情 軍加選舉新的mRNA疫苗 協助各國有很好的控制成果 現在中間他跟莫德納簽署合作疫苗書 向方結合建法的福度支援 來加速過來mRNA技術的發展 讓人材備用 所以在科學的研究上面 他會是一個Future Medicine 他會有對於現在很多無法解決的疑難疾病 我們相信他可以提供很好的解放 雖然目前在國內 新冠疫苗已經感染 不過一關事感情發言 已經中後感染的比率 差不多四十五%到二十% 有說未來兩禮拜已經會繼續提供 民族第四部流行 學者表示 台灣目前流行的主流病毒已經為 BA.2.7 專做XBB 中檔情案例已經開始提供 如果參考國際經驗 這次XBB疫情的炎熟稿七月中 但是他表示 雖然目前大部分感染者是健康 不過議員要注意催促作軍的中情 和黨情風險所帶來影響 所以建議老大人催促作軍 組新冠疫苗 議員是風機感染最好的方式 記者綜合報道